有的病人会讲说要补充荷尔蒙 什么胎盘素 我大概讲一下 我们当然知道说荷尔蒙有很多种 但是跟老化罪有关系 而且被证实的是性荷尔蒙 那不是补充女性荷尔蒙 或者补充男性荷尔蒙 因为补充女性荷尔蒙 根本尚未得乳癌的 不能补荷尔蒙 就不能给你钱 你会好自然做 会拿钱去赌博的 要补男性荷尔蒙就更惨 那血管会硬掉 而且男性们会长痘 都会秃头会干硬化 男性们对皮肤身体是不好的 那其实降女性们也不好 那降男性们是可以的 降男性们其实是对的 永远是对的 因为男性们 降男性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包括皮肤漂亮 所以降男性们其实是对 是降不是补 是降不是补 那这些荷尔蒙以前的来源 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所以都是从胎儿的胎盘里面去提炼 那可能有病情肝炎 或者有艾滋病 那后来就从母马的尿里面去提炼 后来他们发现一种肝属 在墨西哥有肝属 它有荷尔蒙的前身 所以现在的胎盘素 只是荷尔蒙的以前的讲话 事实上就是荷尔蒙 胎盘素就是荷尔蒙的前身 那以前是不会做 所以叫胎盘素 那至于这个干细胞就更扯了 干细胞就是没有分化的细胞叫干细胞 人类精卵受精之后呢 只有一个细胞 变成两个 变四个 到16个左右的细胞是分化很强的 它可以变成大脑 可以变成眼睛 可以变成嘴巴 就没有分化的 叫干细胞 事实上 人类在胎儿的血里面 脊带血 勉勉强强 有一点点干细胞 那干细胞出来之后 假设我们有干细胞 它可以让你年轻 但是我们人类还不会控制干细胞 你不会 它是一个原型 你不知道它以后变什么样子 所以什么时候补充干细胞 那胡说八道 那会得癌症的 所以没有什么补充干细胞的 那如果真的要干细胞 只有胎儿的血才有 那这个是可以准备着以后 医学发达的时候 可以利用来治疗很多的 像免疫的毛病 移植器官 白血病 这干细胞那种 拿来美容 那个都是胡说八道的 不可能的事情